因為目前就是20以上才能打高端 等於說18、19歲這些族群是沒有疫苗可以打的 那想問以目前BNT近期會到貨的數量來算是有 機會可以擴大開放的嗎 18、19歲可以打AZ跟莫德納 只是現在的年齡層還沒有排到 那我相信這個對我們在做這樣的安排 都事實上是非常的 痛苦 因為每一個年齡層都有每一個年齡層 不同的需要 跟不同的 高年齡層的那風險比較高 是一般國家都從風險比較高的開始來打 那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從比較高年齡往下打 可是事實上在比較年輕的這族群也正在 大家有時候有些在就學 在學校裡面的 那當然有一些群聚的風險 那有一些是需要為了 整個生活在努力工作的人 那有接觸人比較多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大概是比較折中 我們就比較犧牲打第二劑 那盡量能夠希望把人口的涵蓋 能夠把它做的 更完整一點 以這樣的方向在努力 但這個問題或這樣的一個 我們是有注意到 我們也在思考說怎麼樣能夠稍微平衡 我們要來看下 我們也在等於這段時間 我們在這裡就業界 我們也有需要,我們要來看 我們是有一個想法的 我們去看 我們是有一個想法的 我們會想起